远离磁桶乡的一条产业道路 昨晚发生了两辆娃娃车对撞的事故 疑似是因为天色昏暗视线不好 两台安清班的娃娃车在路口碰撞 两辆车冲入了路旁的稻田 两车失声和驾驶加起来 20个人就有19个人都送医 其中一名司机伤势严重 还要住院观察 小房车充当救护车 开紧急诊室 小朋友们能自己走的就自己下车 不能走的就人家搀扶 不然就是躺在单架推进急诊室 家长们焦急地站在一旁 小朋友们则是等待包扎 云林县刺同乡 傍晚发生一起娃娃车对撞事故 两辆娃娃车一共载着18名血童 全部被分送到三间医院救治 所幸都是轻微擦伤 不过有一名司机伤势比较严重 他失心的话就是头皮有一个撕裂伤 等一下会去开他房 进行一个轻撞跟红红的手术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重大外伤或骨折 我不知道 回到事发现场另一辆娃娃车的司机 毫发无伤在现场做说明 据他表示两辆娃娃车疑似因为天色昏暗 在十字入口汇车时 没有注意到两辆车对撞才会掉进田耿里 虽然他说他们车速不快 不过看到安全气囊爆出来 车内又是一片凌乱 撞击当下力道应该也是不小 初步久测结果没有问题 但是确切的造势原因还有待调查 记者云林综合报导 记者云林综合报导